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方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也不符合美国企业的利益 将严重干扰两国乃至全球正常的科技交流和贸易往来 对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 价值链造成破坏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外国企业的错误行为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中国始终不予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发展国防力量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力 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 无疑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 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 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力 我们希望美方 理性客观看待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 同中方相向而行 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更好的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呢 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率先控制住了疫情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在疫苗问题上 中方一直高度重视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中国疫苗研发企业 严格依据科学规范 规律和监管要求 依法合规推进疫苗研发 并严格遵循国际规范 和有关的法律法规 开展相关的国际合作 关于你提到的 中国国内的疫苗接种的问题呢 我们建议你向有关的主管部门去询问 新疆各族人民的人权状况 依法得到很好的维护 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了积极的成就 在这些问题上呢 我们觉得 有关的组织 人事 对涉疆问题上的 这样一种偏见 和抹黑 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 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在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 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借口 无端地污蔑 抹黑中国 公然打压中国企业 美方有关做法 严重违背其一贯标榜的市场竞争原则 和国际贸易规则 破坏全球产业连供应链 将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和形象 我们敦促美方 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打压外国企业的错误行为 为中美的经贸合作 提供开放 公平和非歧视性的环境 感谢您的观看